8月的第一天是波利维亚艾玛拉原住民族人所说的Pachamama日 也就是大地之母日 是荣耀土地的仪式 今年的8月1号是台湾的原住民族日 但是8月的第一天也是波利维亚的Pachamama日 根据安地斯山区的原住民族人的信仰 8月就是要献祭土地的时节 因为就是这块土地提供给原住民族人可以耕作的用地 因此可以饱足获得身体的健康 让生命延续下去 这都是大地之母为原住民族人所带来的 艾玛拉族人就使用可可叶 蜡烛 动物的油脂 小羊驼 风干过的水果来祭拜土地 而且除此之外 酒也不能少 面朝东方 掌心对着太阳高高举起 波利维亚的艾玛拉族人在8月的第一天 庆祝Pachamama日 也就是大地之母日 在安地斯山脉的高处燃烧献祭品 在清晨太阳升起时 虔诚地将包含风干的羊 羊驼胎儿 甜食等祭品 以木材燃烧 传说中这样一来 大地母亲就会收到 画面上看到举行献祭的这个地方 已经是好几个世代的祭场 挑中了这一只羊驼 准备要牺牲它的生命取得鲜血 族人就用羊驼 兔子和公鸡的鲜血 喂养大地的饥饿 奉献者双手捧着羊驼的鲜血 泼洒涂抹在巨型十字架上 这只铲除 身上就涂满了羊驼的鲜血 是为了要祭祀土地 祭师继续进行仪式 要焚烧羊驼的心脏 根据当地的传说 大地之母在8月苏醒时 总是鸡肠鹿鹿 并且口干舌燥 所以要献上食物和饮料 让大地之母不再饥饿口渴 才能确保农作物的丰收 族人相信 大地之母对这堂萃取制造的酒 葡萄酒以及啤酒 有特别的偏好 所以可以看到 族人也投其所好献上啤酒 这些虔诚的献祭者 在这一天欢喜庆祝和大自然共生共存的紧密关系 群众聚集在祭场 要求Aimara族的祭师为他们的财产以及车辆祈福 在这之后 信徒面对太阳举起双手 口里念着 意思是希望大地之母永生 所有人都将自己赖以为生的生计 寄托在这一场仪式中 在仪式进行时 祭师不只是呼喊着大地母亲 也邀请在周围群山中 各条河川的守护神 动物的灵魂以及所有的神灵 一起来接受信徒的虔诚献祭 并且保佑一年的平安丰收 记者读戏 林柏宏 编译